生命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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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要我们归于三宝以后 那就能够身心因果 此界布施 那这个界呢 讲的就是五界 然后呢 修十三叶 那我们就有 人天福报 那进一步 修解脱的心 大悲心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来念一下 那当然 很多经典都有写到这方面 各位最好都能够一一去思维 我想 没有人故意要去让自己痛苦 那你既然了解了 为什么不能杀生 不能偷盗等等 所以刚刚我答应小朋友说 最好讲故事给他听 意思是说 你讲布萨生 布萨生的故事是什么 我能够不透盗的故事是什么 他们就有很好的印象 我想对世间人 更是如此 所以大家先把这五界的过幻念一下 然后自己也升起一个决心 也当愿众生都能够听闻这个道理 而能够守五界 保护自己 好 杀生报应 一 冤家争夺 二 见者不喜欢 三 众生害怕 四 恒受苦恼 五 常想杀生 六 梦见忧苦 七 临死悔恨 八 短命 九 愚笨 十 死堕地狱 当愿众生 永不杀生 愿杀生恶业 愿杀生恶 得以敬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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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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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我们读经典 你要马上化为你的愿力行动 而不是跳过去 而且自己也悔光烦躁 绝对不这么做忏悔 跟所有众生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真的是冤家争夺了 有些小孩子生在那个家庭里面 被父母虐待 甚至有些动物不断地在被虐待 所以这个都是因为杀生的报应 所以昨天在美国有一个爸爸 六十多岁 他娶了一个 可能他跟他太太差将近三十岁 年轻的时候 因为太太三十八岁 结果太太就一直想要跟这个先生离婚 因为年纪差太多了 对不对 还又那么老了 那小孩子也喜欢爱妈妈 不喜欢爸爸 所以 既然太太要跟他离婚 但是太太又跟他抢小孩子的兼顾权 那小孩子又偏妈妈 但是这个爸爸怎么告也告不应 所以他就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花了一年时间去准备 如何杀死这两个小孩 既然我要不到 然后小孩子也不喜欢我 然后他也不想活了 所以他安排了很多租车子 让小孩子不知道是他 然后去监督他们的 妈妈那一天不在 如何如何 他还要让他妈妈活着 因为他要让他活受苦 然后他要杀掉这个 结果那一天他跑到中医 他太太不在 他进入他家里 抢拿出来 那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办 15岁的哥哥抱着 13岁的妹妹就躲在柜子里面 然后爸爸就打开全身都是弹孔 这样把他们两个打死 打死完以后 爸爸就跑到很远的地方自杀 所以当然这个做妈妈就疯掉了 然后现在他们就想办法安置他 这个就是冤家 过去是累劫劫来的 这种艾伯利苦 这个杀生的业苦 小孩子是无辜的 但是这个无辜也不能在现世是无辜 过去有这个杀 你想想看 两只动物 你把他叮叮叮 你可以打很多枪了 所以动物就成为他的爸爸 所以他就不断不断不断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杀生的最大的痛苦 多少人杀死一只蛇 这只蛇每个人都会来报应 还不是说你一百个吃这只蛇 你有二十个人吃这只猪肉 这只猪生生世世 你二十个人他会分别的找你 因为你杀掉他的 吃掉他的 卖他的 都会来报仇 而且会有冤真会苦 叫饿者 叫贱者 不喜欢 或许你伤快过他 你现在对他再好 他反正就是讨厌你 你给他佛法他也是讨厌你 所以佛法结善缘很重要 各位信菩萨道以后 这个人不喜欢你 那你要一直帮他点灯 供睡 帮他放生 你要一直弥补他 你结果反正不喜欢 不喜欢我就不理你 那你就度不了他 度不了他 你不能成佛了 只要有一个众生 你度不了他 你就不能成佛 因为佛就是要有这个愿 但是虽然他现在度不了他 这个愿是在的 但是你如果主动舍弃他 就不用谈了 所以灾坏的人 你都要发愿 要度他 要绑住他 所以众生害怕 那就没人怨了 所以看释迦牟尼佛 这些象啊 老虎啊 龙啊 看到佛陀都是依偎在佛陀身边 所以大象来供养佛 猴子来供养佛 所以所有动物看到佛 蚊子都不会顶佛陀的 因为佛陀的 所以佛陀是 蚊迎不侵入 我认识一位法师真是如此 以前我想真的不可能 因为我们是天天被盯着 怎么蚊子不盯人的 那位法师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恒春蚊子特别多 所以晚上不敢在外面打坐 他天天晚上很凉 在那边打坐 那我说你不怕蚊子 真的没蚊子顶他 我们那儿还三班加蚊 那个是又痒又痛苦的 不顶他就不顶他 所以每个人都有素食的一些因缘 不可思议 所以 再来头道的报应 也有四条 好 念一下 撒身会下地狱 头道也会下地狱 不是下地狱就算了 地狱完以后做鬼 鬼完以后 你杀什么动物 那你就要一直轮回被杀 然后呢 投胎又做人 又做一个短命评鉴 多痛苦的 所以佛教里面有 因为这些花包啊 果包啊 等流啊 他就讲得很清楚 所以现在 来世未来都还在受这个宝 除非你这个业 消除了 所以每天都要忏悔 杀神的业报 头当的业长 不但忏悔自己的 这还是自私的 待众生求忏悔 每天希望消除众生的这些业报 再来邪淫 也是可能是现在的社会问题 这没办法 好吧 因为网络啊 勾引啊 互相啊 特别各位到海外来 他们很喜欢穿的 很性感 衣服很少 所以我记得他们给我讲了一个 挪威的小孩子 好像国中高中毕业 没跟男人睡过 这不是人 所以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没有这个观念 而且 而且我也认识 我有一个朋友娶了外国人 那有一次他跟我聊天 那时候 他跟我聊这个问题 那我说 那你怎么想 他说这个外国人每个都这样啊 我说那是你要慷慨啊 如果你也记为他过去 因为他的女朋友 有一次他在问他有堕胎啊 他如果堕胎 他的事跟你男朋友没关系 对不对 因为他跟我们听一听 他认为他也应该超度 这很有善根 结果他有多台小孩子 结果他这个男朋友一听到 他是华人 我看他眼神都变了 那这个心里怎么 他如果不解决这个疙瘩以后 他们的婚姻关系很糟糕的 那是因为这个文化不一样 所以这个婚前性行为的问题 所以邪因的果报 他就会不断的在吞回一些 好 念一下邪因的报应 所以有一个真实的 有一个学校的老师 是高中的 这是在美国吧 那位老师就经常穿的很性感 然后拍那个相片寄给几个男同学 这样 那在我们华人来讲 怎么可能最多是男人去找他 对不对 男老师就诱拐 怎么会是女性去诱拐男同学 而且因为很多男同学被他诱拐 而且我看到那些相片 他故意弄得很刺激的要去吸引 小男生没办法的 小男生那个年纪 对不对 很正常的 结果就被诱拐了 这个叫淫心旺盛 男神也会 我认识一个老人家将近八十八岁了 那时候我是在家有学佛 还在做生意 那是另外一个老板的 一个印刷厂老板 因为我都很多东西他印的 他知道我学佛了 他来问这个问题 他说他爸爸八十八岁了 眼睛瞎掉了 每天都要给他拿很多钱 去干嘛去找女人 然后他觉得很丢脸 因为他是有头有脸的人 大老板 他爸爸 他就问他爸爸你又不行了 摸一下也好啊 他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这个事情 就弄了很多亲戚朋友 都知道 所以他问我怎么办 那我跟他讲 这个就是 你不可能叫你爸爸不协议 你自己呢 他也很奢的样子 对不对 以前找我喝酒找女人 好在我学佛了 他人事还不错 但是他也很好奢 所以你要你自己做 回向给你爸爸 就是这个力量 他起来这个念头突然不见了 就像聚高症 各位 聚高症哪一天 我怎么没有聚高症 就是这样 突然一念就不见了 后来他听我这样讲 也有道理 但是他一直做不到 那我就跟他说 这样好了 我们公司一个月有休六天 我们公司六天写个六载日 那天不要来找我们公司的喝酒 做了有了没有 我说那六天你多到我们公司来 我们一起去吃饭 那你也不要去花钱酒店 这个功德会向你父亲 不可思议 后来父亲改变了 所以我那时候对我很好 我出家还有一点 以后出家我还有力量 我现在在家就开始影响了很多人 佛法的力量 不可思许 慈戒的力量也好 读地藏经的力量也好 因为这样我还做梦 因为那时候我想要出家 出不了家 我真是出家是在北越 河内的时候做了一个很殊胜的梦 就像佛菩萨告诉我 你在什么时候出家 所以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 你看我做了很多三十年 佛菩萨还告诉我 什么时候出家 我那时候心里就很安定了 不然我就想说我出不了家 但是一个动机 动机很重要 所以我讲这个就是说 我比较有福报 我有很多一些感应 真实的感应 让我对佛教不会退转 所以后来公司 以前我是规定说 什么团都不要接 后来我知道这个没问题了 什么都接 那我就有机会跟他们结缘 告诉他们素食 告诉他们因果 如何如何 整团慢慢影响他们 所以我想这些并不困难 但是各位你稍微看一下 你的老公外面有外遇 那是因为你过去邪义 那叫配偶不怎样 那你就变这样 所以你财物善事 邪义的人也会破财 所以不杀生不脱刀不邪义 这是身体基本的 我们也叫道德 人的仁义 所以前面有写 后面有写到这个 再来妄语 妄语就是讲话 等一下妄语报应 那各位以后 不管你还真想劝别人念佛 如果修行佛法 你的口业如果不改变 你讲话人家不听的 所以佛陀叫真实愚者 佛法这些经典写得这么好了 但是相信的人这么少 那你要去传播 那你一定要净化你的口业 所以不能有一点点欺骗 如果你欺骗对方 第二条正真远离 那这些修行者 这些善知识你就接近不到 所以各位你看到现在这个社会 明明佛法很单纯很好 他们就去信道邪识 而且猛供养猛供养 几万人几万人 一看就知道 那个不是真正的佛教 但是没办法 他们有这个业 而且那些不法都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有钱人 政治人物 明明一个好的道场 他不起其他都是走邪的 这个叫妄语的国宝 旁边都是小人惨媚日真 而且接近你的都是是是非非的 叫是非人相亲 善知识不接近你 而且讲话不能听 忠言不信 信不好的 但最可怕的是什么 在念是死堕恶道 这些杀生投道 邪淫妄语会让堕而落伤而倒 所以佛陀一直强调 悲价 持戒得生天 持戒得生天 你只要受了无戒 乃至又修十善也生的天更高 至少不会堕落第一轨道 畜生道 再来喝酒 各位到德国来 那是没办法了 他们晚上就是喝啤酒 喝完啤酒以后 接脚就尿尿 所以他们晚上出去吃 师父怎么都尿酸味 不知道你要叫他去哪里 喝啤酒 会念一下喝酒的三十六种过失 而且各位将来只要看到人家喝酒 或是你经过卖酒的地方 你马上要用一个杯心 你念什么咒都可以 还有一个叫喝酒咒 就是说 那个咒念下去 那个酒的酒精不见了 对方怎么喝都不会醉 再一个 酒鬼不会附在上面 喝酒的人 一定有酒鬼在他身上 然后这是鬼要喝的 不是你要喝的 那叫饮 叫酒饮 所以你就要对峙他 你要把这个咒念 如果没办法 那你就说你奥摩尼变咒 或是准提咒 所以喝酒三十六种过失 一 散财 二 多病 三 常斗争 四 增长杀害 五 增长称慧 六 多不顺心 七 智慧渐渐 八 福德不增 九 福德渐渐 十 秘密显露 十一 事业不成 十二 多增忧苦 十三 六根不灵 十四 毁入父母 十五 不敬三宝 十六 不信婆罗门 十七 不敬佛 十八 不敬僧法 十九 清净恶友 二十 舍离善友 二十一 气舍饮食 二十二 衣衫不整 二十三 淫欲妄盛 二十四 众人讨厌 二十五 多增笑话 二十六 父母不喜 二十七 眷属贤气 二十八 受持非法 二十九 远离正法 三十 不敬贤善 三十一 常犯错 三十二 远离原疾 三十三 颠狂见争 三十四 身心散乱 三十五 作恶贪享乐 三十六 死舵大地狱受苦无穷 所以泰国人有做一只骗子 还喝酒的人 死舵的不是一般的地狱 大地狱是更痛苦的 大 中 小 每天就黑暗 就一个人 就一个人 然后呢 那些鬼 固定的时间就来抓你 抓你以后嘴巴打开 那时候嘴巴才有一点光 那个光像噴血一样 就把那个最毒的东西灌进去 灌了以后 你就整个肚子一大大大 像炸弹一样 破掉 所以 而且一天好几次 一天好几次 所以那种恐怖 这个叫大地狱 那你这辈子没喝酒 你只是同意别人喝酒 或是劝别人喝酒 那虽然你没喝 但是你直接间接劝人喝酒 买卖酒 那下去是什么地狱 叫爆破地狱 你的头会像气球这样 很痛 破掉 因为你没喝 你劝人家喝 你劝人家喝 所以 这个就是 死堕大地狱受苦无穷 那前面这几条 各位要拿来做禅修 不是说看完就算 每一条 去思维这个道理 喝酒为什么会散财 喝酒为什么会多病 那你仔细细看一个喝酒的人 他就知道 他习惯就是乱发起来 乱讲话 躺东躺西不吃东西 喝了酒就可以不吃别的东西 所以他就会这个果报 喝酒会吵架 所以甚至当场就在那边杀起来 所以等等等等增长 杀害增长成灰多不顺心 因为你喝酒 喝醉酒的家里人很痛苦 因为你喝酒酒味又不好 所以每次我也坐飞机 喝酒上去以后 就开始跟隔壁的打架 吵架 那在飞机上还是有提供酒的 那有些就好几杯好几杯 那酒量不行了 当场就发作了 所以那这些 你一点一点去思维 那禅修不是说怕自己 怕而已 那你要生起悲心 当愿众生 已经造这个业了 你把它进化 还没造这个业了 千万不要犯 等等 再来 请翻到九十一页 十善业 那我们就念正面的 但是在这个里面 九十一页的中间有一点很重要 佛陀对龙王说 怎么样的修行一个重点 为什么要修十三页 九十一页的道书第六行 我念一下 龙王当知 菩萨有意法 能断一切 诸恶道苦 何等唯一 为宇宙夜 常念思维 观察圣法 令诸圣法 念念增长 不容豪分 不善奸杂 事及能令诸恶涌断 善法圆满 常得清净诸佛菩萨 及于圣众 言善法者 为人天生 身闻菩提 独觉菩提 无上菩提 皆依此法 以为根本 而得成就 顾名善法 此法即是时善业道 何等为时 未能用离杀身 偷盗 邪行妄语 两舌 恶口 其余 贪欲 晨慧 邪见 龙王是位大菩萨 所以 有了龙王 我们才可以看到 《花燕经》 《大般若经》 因为佛陀把这些 重要的经典 扶藏在龙王 龙宫里面 所以 那佛陀当然对天龙也要度 对这些海龙也要度 因为有龙王 这个世界 就像这个时候台风来了 这也是龙王管的 所以 观世音菩萨为了度众生 龙王做那护法 那这里面 佛陀跟龙王说 龙王你应该知道 你愿意发普利金 那要修一种方法 你能够修这个法 就能够断除一切善恶道的痛苦 哪一种呢 那就是你 昼夜不分时间 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所以各位你要观察你的眼神 观察你的讲话 观察你的心态 令诸善法 念念增长 如何提升自己的所有的一切 不容豪分 不善奸扎 不要让这些不善法 比如说你这个人喜欢 讲别人是非 偶尔骂骂别人 那你要一直盯住自己 要一直盯住自己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守保护在街 我出一属 今天 像各位来自四面八方 各位 你没有你们个人的习气啊 个性啊 但是如果你在这段时间 还是让你那个习气跑出来 那你白来了 你白来了 因为你没有改变的空间 但是如果你愿意克制在这几天之内 嘴巴会念人的 眼神不好看的 会想要是非的 你都控制它 甚至本来这个事情就很不合理 你可以生气的 你也要控制它 那你这样 那就代表修行 那如果你能够控制过去了 六天七天 那你就超度了 这个习气就 这个烦恼就跟不了你了 下回起来你就压得住 但是如果你不注意这个 反正上课下课睡觉上课睡觉 那你就没办法了 特别为什么来参加法会 大家一起吃饭 大家一起这样 你不喜欢吃可以 但是你不要表达出来 因为你要学忍辱 你如果我个性是这样 我不喜欢那样 那你就没有这个 深切合合加持力 所以我们修行 为什么说一定要进入生团 我就一个人修就好了 又没人找我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你没有再修 这个叫怪老人 我师父叫怪老子 因为你没有修的资格 修就是要想办法忍受跟人家融合 融合 然后虽然我不喜欢吃那个菜 但是我不夹 我会带一点自己的小菜 等等等等 那你要开始磨练 几点怎么样 几点怎么样 都要磨练 磨练 我要准时 我不要让人家等我 别人睡觉 像我以前 我每次都被人家抗议 师父你帮我换个房间 怎么样 三更半夜都把我灯开了 我怎么睡觉 我能讲的是 你有业障 以前你一定有帮人家天天开灯 所以就配一个喜欢开灯的给你 但是对方也错 所以各位 你要去顾虑别人 你不是说 你起来 你开灯 那人家怎么睡 所以这一点 各位就要去忍受 所以 如果你真的没办法 以后你要参加旅游团 你就最好自己订单人房 那没人吵你 不然的话 就很难很痛苦 所以各位 那你要 就是说修行 你要让自己不能有这些不对的 伤害到别人的 就不容好分不善奸杂 这些不好的身口意不能进来 所以 四极能令诸恶永断 如果你这样修 这些恶法就断掉了 善法圆满 那得到什么果报呢 这个很重要 常得清净诸佛菩萨 如果你修十三叶 即于圣众 言善法者 那你生生世世有人天福报生 得到身闻菩提 得到独觉菩提 得到无上菩提 请各位注意 你要得到无上菩提 前面这三个你都要得到才行 你不能说 我跳来修无上菩提 我就不用研究四身体 舍应援法跟四修 我就不用修五戒四三 不识四戒 这一点还要注意 也就是说 但是十三法 是一切佛法的根本 所以皆依此法以为根本 十三叶是所有佛教三法的根本 也是圣言法 人天呼召成佛之道 所以叫修五戒四三 那各位这一次 我们传这个五戒四三给各位 希望各位广为宣传 希望你的儿女啊 亲戚朋友啊 修行千万不要说独善其身 那你就完全没有菩萨道的功德 修神是你懂一点点 你要想尽办法影响别人 吃素啊吃素啊 说五戒啊不要喝酒啊 而且你为了要影响别人 你要合缘善事 讲话要温柔 脸要笑笑 骂人眼睛都要笑 声音都要温柔啊 因为你只是提醒对方哪里错 而不是一种恨 你也为了要帮助对方 所以顾名善法 那是善法是什么 慈法就是食善业道 或者为师就是我们要 勇离 杀神偷盗血淫 妄于两舌 二口其余 贪嗔痴 那各位要至少背下来 那后面佛陀还跟罗王 除了你守十三道 你能够回向成佛 回向众生 那你将来还得到这种功德力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了 希望大家能够三规五戒 十三叶 出提心 发菩提心 然后呢 部分你在家出家 你都得到将来成佛的功德 好 所以我们就念第一个 隆王 若离杀身 即得成就食离脑法 合等为食 依诸众生 普世无畏 二 常于众生 起大慈心 三 永断一切 称慧习气 四 生长无病 五 寿命长远 六 横为非人 之所守护 七 常无恶梦 请觉快乐 八 灭除愿结 众愿自解 九 无恶道部 十 命中升天 是为十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哲 后成佛时 得佛随心自在寿命 愿尽未来 愿尽未来 是永不杀身 得十种福报功德 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皆得佛杀身 皆得圆满功德 皆得成佛自在 随心自在 受命自在 大雅塔 断战罪阿瓦波达 那耶稣哈 那 以后各位读今 一个重点 实修 真的要这样做 而且希望大家都这样做 也把自己做的功德 不断地布施 给对方 影响对方 所以如果你已经决心 不杀身了 甚至直至成佛 还要回向成佛 有这十种的功德 那我们就不解释了 第二年偷盗 父赐龙王 若你偷盗 即得十种可保性法 何等为实 以资财淫积 王贼 谁 或即非爱子 不能善灭 二 多人爱念 三 人不欺负 四 十方赞美 五 不忧损害 六 善民留步 七 出众无畏 八 财 命色利 安乐 辩财 具足无缺 九 常怀失忆 十 命中升天 事为十 若能回向阿纳多罗三秒三菩提哲 后成佛时 得正清净大菩提志 所以 如果过去有金钱的障碍 你开发不了智慧 为什么 做贼心虚啊 而且有人认为你 你欠他钱不还 偷了他钱 也会障碍到你的智慧 所以你要 不偷盗 还会不失 回向给众生 成佛 得正清净大菩提志 所以各位 首先你要有处理心 这个金钱 上面第一条写的 五家共有 但是你这个不偷盗的人 谁也 这些水火刀兵 偷不了你的钱的 因为你没有偷盗的业 如果这个业还在 所以虽然你这辈子都不偷盗 但是你还是会亏钱的 还是会有败家子的 还是会有灾难让你 所以这一点 各位要 要从内心里面 在可保信法 要除了忏悔 过去就偷盗 忏悔以后 各位你一定要把 你曾经偷盗啊 骗人家钱 逃漏税都要拿出来 特别各位移民到海外了 那种老半天 德国签证没拿到 美国签证没拿到 是因为你过去在这边 逃漏税 你还没还完的 你用办法 你绝对能够得到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这个业力不可思议的 比X光还厉害的 你一定要把这些钱 全部都给还掉 还要去做布施等等 不然呢 怎么来怎么去 所以资财盈利 而且保证你很有钱 国王 盗贼 水灾火灾 非爱子 都不能善灭一点点钱 而且这些钱 你还愿意去做大布施 用布施来度众生 再来 邪行 就是男女邪淫 您 赴此 门王 若离邪行 即得四种 至所战法 何等为四 一 诸根调试 二 勇离宣调 三 是所称探 四 七 莫能清 事为四 若能回向 阿诺多罗 三秒 三菩提 者 后成佛时 得佛 丈夫隐秘 常向 也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没穿衣服 就没有人会起男女淫衣 或是不敬 不敬的观念 因为佛陀 他不会让你看到男女像 就像马 马 看不到这些 那羊就不一样了 所以 各位也要发个愿 像各位现在做女性的比较多 女性就是这个点 比较俗 一个女孩子 你就算没事在那边 人家也会来干扰你 男生就比较没这个问题 所以修行 各位还是要发愿 生生世世的丈夫向 这个叫佛丈夫向 不但丈夫向 还有隐秘向 不然你就不得自在 六根不得自在 所以这个叫诸根调试 就代表六根清净调试 就是不会被干扰 也代表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第二 用驴宣调 那就不会被外在的一切干扰 调试就调试 选择这声音 去干扰到别人 第三 事所称探 每个人就自然尊敬你 背后不会讲你坏话 因为你是不协音的人 第四 夫或妻 莫能轻 也不会伤害你 所以这条各位要 不但要自己发愿 特别在西方国家 我们要引导他们 引导他们 有这个观点 因为西方国家 反正十八岁你就离开 你跟谁随我管你 你跟谁同居 他父母也没这个责任 但是父母有这个贡业的 因为你没把这个小孩子教育好 那是因为西方国家人爱喝酒 所以他就不能听闻佛法 不敬佛 不敬法 不敬僧 听不下法 反而他要你听他的 这就是因为他把喝酒当作一种正常的 交集应酬等等 再来妄语 听下 父子龙王 若离妄语 即得八种天所战法 何等伟大 一 口尝清净 幽波花香 二 为诸世间之所幸福 三 发言成正 仁天敬爱 四 常以爱与安慰众生 五 得圣意乐 三月清净 六 言无误实 心常欢喜 七 发言尊重 仁天奉行 八 智慧殊胜 无能智福 是为八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哲 后成佛时 其者如来真实欲 如果你要得到护法神的帮忙 天神的帮忙 他们的贡业就是不骗人 不骗人 天上的神可无量无边了 所以你一讲话一骗人 所以为什么捷克他们的财神 就是那一位不妄语的神父 对不对 被割舌头 被丢到河里面死掉 变成他们的财神 因为连天人都尊敬这种人 所以叫天所战法 所以讲话不用负责任是最可怕的 所以因为他是直接的 变成骗人变成一种习惯 所以如果能够 各位要发愿近未来即 绝对不再欺骗众生 宁可不讲话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就得到后面这八种殊胜的功德 能够回向成佛 将来你讲话 如来真实欲 如来这个真实欲不是讲真而已 你听到佛讲话 生生世世你都不会忘掉 自然变成你的内心的声音 所以同样的 那我们的语言为了要有佛的声音 乃至听人家讲佛法 很喜欢接受 那你必须净化你的口业 特别各位 你要念词咒 能够帮助众生 那你的口业如果不清净 你念的咒就没力量 变成一种就像喇叭坏掉一样 听了人家会生气的 不复不欢喜 所以一定要生生世世不妄语 还要劝人不妄语 还要愿大家成佛成就佛陀的真实欲 所以各位你要拉住 我们今天就是说 不管你受少戒都是为了成佛 这个成佛才能够真实帮助众生 所以而不是说我不妄语就算了 我一定要成佛以这个不妄语的成佛的功德 来利益众生 让别人听我讲话就能够相信 再来 两舌就是背后批评 背后讲别人是非 所以背后批评国家社会政治 不要去随喜这个功德 别人怎么批评我们也不看 因为这个末法社会没办法 甚至有人在讲佛教的缺点 那一位出家人在讲佛法 你也不要听 因为听了对你 你也容易随喜这个功业 所以为什么一个犯戒的人佛陀 叫我们不要跟他讲话 默禀他 因为他才有自我反省的机会 如果你又跟他讲话 搞不好你会被他 对对对好像对他 你看别人认同我 你不认同我 他就没有反省的机会 所以念一下 父子龙王 六灵两舌 其得五种不可坏法 何等为无 一 得不坏身 无能害故 二 得不坏眷属 无能破故 三 得不坏性 顺本业故 四 得不坏法行 所修坚固故 五 得不坏善知识 不狂惑故 四为五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哲 后成佛时得正眷属 诸魔外道不能举坏 所以两个舌头讲是非 你什么东西都会坏掉 身体 婚姻 家庭 社会 信用都会不见 所以这个嘴巴影响力很大 所以叫不可坏 你的身体 生生世世 不残缺 不会被伤害 而且你 离开两舌人 你去虹目区回来 没有一个鬼可以附在你身上 所以 因为这些某种鬼 你这个人有两舌人 他就专门就附在你身上 所以这个口业对你很重要 得不坏眷属 不会离婚 子女不会讨厌你 包括我们修行人 在团体里面 不会跟人家吵架 所以 再来得不坏信 因为顺着你的不两舌 所以你讲什么 人家相信 而且你对三宝 对真理 也会得到一个不退转的信心 得不坏法行 所以有些人 放生久了不放生 念佛久了不念 而焉供还不错 别人跟他讲一讲 我一辈子不做焉供 一辈子不念那个咒了 因为什么 他得到一个坏的法行 这个法行 本来就可以让你解脱成就菩提的 结果退转了 败坏了 所以你不良舌的所修坚固 再来得不坏善之死 这是最大的福报 那你对善事是有信心 那太有福报了 就像我们 我们格西巴登 这位主持人伯切 我看他们家人 老菩萨 对他忠心耿耿 对不对 互持 天天把他做佛像 把他整理和做的 每个地方都整理得很好 那这个叫不退转 十几年 后此 不会改变 让仁波切能够专心的去 去跑 去弘扬佛法 那这一点各位要坚定 因为 当然你要讲是非 这个事情太多 可以讲了 讲不完 但是你要保持念念 注意注意不到自己讲 而且 希望将来成佛能够厚成佛时的正见数 修行人 修行人 我看到有些修行人本不错 但是他旁边交了坏朋友 很可怜 就有些闭闹闹闹闹闹闹闹 他就跑掉 所以搞破坏一样 他交到坏朋友 那你就没办法 所以如果你修行 你会得到证捐数 不但得到证捐数 比如说 今天你有五个人在公司里面 这个人不好 他自然护法神就把他推开 就你身边没有这些坏朋友 坏眷属 你旁边都是一个 端正的善良的好人 这个是很大的福报 所以诸谋外道不能举坏 所以各位来 念一下 愿生生世世 不说人是非 不良舌 当愿众生 得不良舌功德 反过来 恶口 这个恶口最容易了 再怎么痛苦 不要骂 因为一骂真难听 什么坏事都讲出来 事情过了就算了 离恶口 你也讲 有这个清静 得到这个清静业 清静业 八祖 父子龙王 若离恶口 即得成就八种敬业 何等为八 一言不乖度 二言皆利益 三言必欺礼 四言慈美妙 五言可成礼 六言则信用 七言无可激 八言敬爱乐 是为八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后成佛时 聚足如来 犯阴身相 当愿众生 得如来犯阴身相 得如来犯阴身相 这个不可思议的声音跟功德 所以 一阴绕两 今天你听佛讲一句话 把那个声音种到你深深远远的意思里面 而且不断的在最好听的在告诉你 这你心里面就会浮出来 所以 对佛来讲他不用翻译 所以他讲什么话 所有友情都听得懂 而且都 听可以得到解脱 叫声闻解脱 声闻就是听佛讲 他就开悟了 他就出家了 所以 但是从今天开始 永不骂人 好不好 人总要要求 就像以前的公司上班 都是这样 早上要上班 要面对面 看对方 从头看到尾 穿得好不好 有没有符合规矩 佛法是看心 所以为什么要看佛像 看佛像要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 有没有很庄严 端端正正 这一点一定要抓住 所以 那你要看眼神 端正 这些都要抓得很紧 所以来 父子 龙王 若临其语 即得成就三种决定 何等为三 一 定为自人所爱 二 定能以智 如实答问 三 定于人天 威得罪圣 无有虚妄 事为三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哲 后成佛时 即得如来 诸所授记 皆不堂捐 所以得到每一个善知识 包括佛肯定你 你将来绝对一定可以利益 你喝酒就聊 聊天地 聊足球 你就不要聊我就好了 不能叹识 那事实上这些都是奇遇 聊天就是要对对方有帮助 才要聊 可以对你的生命有快乐 可以解除你的痛苦 才要讲话 其他人都不想讲 所以各位要养成这种说话的习惯 说简单很简单 说难很难 你讲话的问题在哪里 有没有找到重点 那人家听了听不进去 那这些一定要有裁判 就像我看现在网路 一个人唱歌 四个裁判坐在那边 对不对 然后还跟你批判 那一个人如果不这样 你怎么会进步 你怕批判 你怎么会进步 所以各位永远 你要是清净善知识 不管是在家出家 好朋友 我的缺点你告诉我 那我有进步的空间 我晚上睡觉会不会打呼 那我上厕所 我做什么事 你要要求自己才有办法 所以我想 但是人总是这样的 就是说 反正这个人讲话不好 不要跟他讲话 这也是消极的 我们如何去改变他 帮助他 那不然就至少回向给他 用各种方法 或是你守这个愿 事实上 今天你碰到一个人讲话很难听 为什么别人碰不到 你碰得到 是因为你过去就是这样对人的 就像我爸爸为什么跟我讲话这么严 因为我过去也是这样对人的 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讲话就不要太严了 太下命令了 所以要怎么改变自己 不然你那个口意也改变不了 就像我们出家人 这个人从出家那个声音 到他死都是那个声音 曾经有一个出家人说 师父我出家就想要去敲木鱼 我说你这辈子你好好修才有可能 因为你一敲木鱼大家都起烦了 那可不可以改变 有啊 这个改变不是你每天敲 是你改变你的业 你这个业没有了你就敲得准了 你这个业你永远敲不准 这佛法是可以改变的 你不能从外追求 而是从内改变 你的我执 你的某种行为改变了 木鱼就可以敲了 就可以唱了 就可以做为奴了 就可以说法了 所以在这一点各位就要有决定 我从今天开始 所以你不保持正念 你那个讲话习惯已经习惯了 习惯就是聊聊是非 有的没有的 当然各位像你下课以后 聊天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记住 就是因为对方是来守 包括在这一段 我讲的话一定要对他有帮助 是利益他的 而不是聊一聊懂聊戏聊 那你去了解对方从哪里来 现在几岁结婚了没有 你干脆问离婚了没有 比较快 然后目的是想要帮助对方 而不是说探对方的隐私 就是你动机还是要抓住吧 动机还要抓住 就像我看到我小朋友 我第一个问了他爸妈 他会讲中文吗 会 我说阿弥陀佛一定要学中文 你不学中文经典看不懂 那你经典看不懂我白来了 所以这个中文要学好 而且要让他看经典看成习惯 要想办法 因为对对方有帮助 后面这四条在背着 不忘于 不恶口 不两舌 不奇于 永远讲真实于 柔软于 和和于 利益的缘 那你要变成你的戒律 那你要时时刻刻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 讲话 你要让这个善法不间断 所以那这样你就会得到一个十三页 千万不要有十二页 永远在十三页 所以这也是基本 基本 再来看城市的问题 复赐龙王 若离勘欲 即得成就五种自在 何种为五 一 三页自在 诸根具足故 二 财物自在 一切怨贼不夺故 三 福德自在 随心所欲 物皆被故 四 王位自在 真其妙物皆奉献故 五 所获之物 过本所求 百倍殊胜 由于习实 不间疾故 四为五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哲 后成佛时 三界特尊皆共敬阳 副赐龙王 若离称慧 即得八种喜悦心法 何等为八 一 无损恼心 二 无称慧心 三 无征诵心 四 柔和耳直直心 五 得圣者慈心 六 乘坐利益 安众生心 七 身相端言 众共尊敬 八 以何忍故 素生犯事 四为八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哲 后成佛时 得无爱心 观者无厌 记住啊 得无爱心 你的内心里面没有关爱 充满智慧 而且更重要 观者无厌 所以看你 就会起欢喜 起伐喜 所以各位 你如果平常爱生气的 你怎么化妆呢 留一个镜头 会让你看到你会怕 会觉得很讨厌 所以哪一天 如果有人跟说 我不想到看到你 你真的会很痛苦的 因为看你就起烦恼 这不好 所以修行人 没有分年纪的 你要断除这个称贵心 深深思思思 看到你会欢喜 而且进一步还可以接受你的正面 还是听闻佛法 再来 副次龙王 若离邪见 即得成就实功得法 何等为时 一 得真善意乐 真善等律 二 深信因果 您允生命 终不作恶 三 为归佛 非于天等 四 执心正见 勇离一切 吉凶以往 五 常生仁天 不够恶道 六 无量福慧 转转增圣 七 勇离邪道 行与圣道 八 不起身见 舍诸恶业 九 诸不爱见 十 不堕诸难 是为十 若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哲 后成佛时 肃正一切佛法 成就自在神通 好 我们 简单回向大家做佛前供养 不过我只是 很希望告诉各位多看经典 因为所有佛陀的教法 写得非常非常的圆满 事实上后面更圆满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这个是无界十善 我是无上菩提心的 我不用看这个 有些人都有这些 才是真正问题所在 因为你把五界十善没有修好 你得不到那种殊胜的菩提心的教法 这是根本 那这些各位要从生活上修行 这些生活上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 这可能要好几年的熏悉 你才能够把这个念念善法 十善也变成你的身口意 养成你一个人的习惯 虽然我们是追求成佛 但是各位这个基础一定要大的稳 那这些你要从日常生活去做 好 念一下 愿意持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守五界 修始善 回向菩提 成就佛道 我们等下做佛钱供养 就来求永无哉了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3